好 接下来我们看6.3的这个滑轮跟 滑轮组的一些题目 第一题我们来看一下下列个滑轮组呢 不计摩擦力和这个动滑轮的重量的话 哪一个滑轮组是最省力的 首先第一个呢 其实是定滑轮罢了 定滑轮是不省力的 不省力我们就叫它B了 叫它E就是说你的这个重量是EW 然后呢 你的F也会是E 然后第二题呢 第二个呢 是动滑轮 动滑轮呢 它的力只是W的一半 所以我把它称为1分之1啦 OK 然后呢 这个绳子线段呢 就放回分母其实就可以了 像第二 第三个呢 它其实是两段绳子 也是1分之1的力罢了 那为什么它跟动滑轮一样 但是它也是1分之1的力 但是它又要多一个滑轮了 因为它其实多了一个定滑轮 这个定滑轮的目的是让它改变方向的 所以你会看到呢 这个第三个来讲呢 它虽然也是1分之1 它也是跟这个动滑轮一样的一个效果 省力的效果 但是它多一个动滑轮 让它可以改变能力的方向 再来这个是比较复杂的啦 这个是比较难判断的 OK 所以你先这样子来分段来看 我们先这样子来看 如果我今天这里有一个力往上拉 我是不是动滑轮的一个效果 对吧 所以换句话呢 这个是W的一半嘛 W的一半 所以再看上面的这一段来讲呢 是不是说 我其实是有两根绳子连接 是个动滑轮 对吧 所以呢 它就会是达到一个省力一半的一个效果 所以这题其实你要这样子来分段来看 它其实一半在一半 它会得到四分之一的力 这个比较复 看起来比较复杂一些 看起来比较复杂一些 so 反正就是最后这个 当然你也可以用排除法啦 因为这两个一样嘛 这个不省力吧 但相信应该是这个呢 就会是更加省力的一个情况了 好 再看一下这一题 这个图呢 哪一个机械利益是相同的 所谓的机械利益相同 就是你只要看它 它的力是一样就可以了啦 它虽然这边用了一个机械利益这个词 我们还没有学 但是就是它的力会一样的 就是它的这个省力的效果一样就对了啦 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它有几段绳子连接下面 一二三 这是三段绳子 这个呢 一二三四 这个是四段绳子 这个是一二三四 也是四段 这是一二三四五 五段 所以是二和四啊 都是四段绳子的 所以它的一个省力效果是相同的 第二题 答案是二和三 OK 二和三 可以吧 OK啦 差不多 六十多巴仙的同学做对 用一个动滑轮 还有一个定滑轮 我们画一下 一个动滑轮 一个定滑轮 不考虑摩擦力的动力下 我们提起的 我们提起的重物的时候 这边你会看到 它题目其实也没有问什么 它问的是半径 半径越小会不会越省力 还是动滑轮的半径 还是定滑轮的半径 的大小会影响它省力 你会看到我们的一直以 我们的这个动滑轮 我们的这个滑轮组来讲 我们一直在考量的是 它有多少根绳子来承受 我们有没有讲它的这个半径 多大小 没有 为什么我们不讲呢 因为它没有影响 其实道理就这么简单 我们用力的大小呢 跟这个半径是没有关系的 你用大轮 你用小轮 你用超级小轮都一样 对不对 因为它到最后呢 我们根据那个动滑轮 定滑轮的一个省力的一个状态 它其实就是动滑轮的时候 它的动力币 动滑轮的时候 动滑轮的时候 它动力币是直径 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阻力币是半径 所以你的半径跟直径的比例 一定是2比1的 我不管那个半径多长都好 那个直径一定是它两倍吗 对不对 所以都会是1比2 然后跟比例的 所以那个半径大小 其实是不影响 它的一个省力的状态 OK 所以第三题当然是东腻 这题很简单 原本我还要画那个绳子 结果原来不用 它的题目其实围绕在那个半径那边 第四题 下图的这个装置 其实就是两根绳子连着动滑轮 然后这个F OK 所以这个是省一半的力 当然我们只要省力的话 它就不省不省位移 不省距离 然后呢 公的话呢 怎样不管什么的 不管什么 怎么说呢 不管它是怎样的一个简单机械都好 它都不可能省到公 你省到公 你哪都不会有讲的 OK 所以它是省力罢了 它是省力罢了 这个这个是省力罢了 第五题 如果如图所示的滑轮组 为一个理想的机械 怎么说它是理想机械 其实我们一直都会跟你讲 请忽略那个摩擦力 请忽略那个动滑轮的重量 其实动滑轮的重量会造成它会 它其实你 你很多人讲 老师我用越多的滑轮 我就会越轻嘛 对不对 我不用几千个滑轮 这样我就可以省很多的力罢 第一点 其实你省力到来 你要考量到 你的这个滑轮有 本身有重量 你要提升那个滑轮 就是我们虽然讲理想的状态 那个滑轮不 可忽略不计啦 对不对 但是其实有了嘛 它到最后还是要算那个 支撑买那个滑轮的重量啦 然后呢 还有的就是 虽然我们讲滚动滑轮 它的这个 滚动滑轮的摩擦力很小 但是它的轴秤那边 其实会 是属于滑动摩擦的 所以其实到最后来讲 它的 这整个的 friction 参在里面 去考量的话 它其实也有相当大的一个 摩擦力在 所以如果是理想的状态 我们这些我们可以顾虑 虽然是顾虑 但是其实现实来讲 其实都会有 多多少少会有 OK 所以我们这边 补了一句理想 就是说我们 给这个 这个动滑轮的重量 可以不算 然后那个这个 这个摩擦力 可以不算的状态下 负载如果是3000牛 3000牛 那施力会是多少 那这一边 其实是有 一二三 三根线连接那个动滑轮 对不对 所以它是三分之一的力 所以这边是 1000牛顿 1000牛顿 OK 所以这题 第五题是 1000 诶 第五题1000 可以吧 OK啊 简单啊 再来看第六题 如果 神指受到了 施力 是 向下拉 50CM的话 请问这个物体 向上多少 这边它不要问 它不要问那个 呃 不要问那个 力是多少了 但是你其实你要懂 它有一二三四 四根神 所以这个力 应该是 四分之一的力 换句话呢 这个 如果我省力的话 我会讲 我会非位移 换句话呢 这个位移 是比较长的 这个中物 应该是移动 比较短的一个距离 应该是 50CM的 四分之一 所以你除以二等于25 再除以二等于12.5 所以它只移动 12.50CM吧 这样子可以理解啊 你省一四分之一的力 你的这个位移就要 非 呃 四倍了 所以12.5乘4才会等于这个50CM 所以我们的做法是50CM 再除以4就会等于12.5 重力那边 只是提升12.5CM 可以啊 所以很掉砖的 这个题目 第七题 某个工人 他用滑轮组 然后 这个力量是 240N的重量 1.2.3 3根 所以除以3等于80 所以它最少需要80N的力 好 这题蛮直接的 80N有问题 第八题 再不考虑 呃 滑 滑轮的重力 那这一题啊 很 很 很奇怪哦 很奇怪哦 原本 你看啊 你考虑前面啊 前面这个图 前面这个图 你就讲说 哦 重力挂这边 有两根绳连着它 所以这个是二分之一的力 对不对 你 会不会 你有没有发现到这两个道转 所以这个其实是 费力杠杆 费力的一个 一个滑轮组来的 很神奇 对啊 他这里对掉位置 所以这个是费力的那个 滑轮 这一边应该是200N 所以你不要管它F在哪里 反正你就要知道说 如果我这里挂重物 这个东西的力 会是一半的力 换句话呢 如果我的对掉的情形来讲 这个F就会是100的两倍 非常 就是有点陷阱了 第八题 这一题是200N 有些人以为50 他这个 这个是费力的 费力的一个滑轮组 第九题 如图所示 一二三四四条 这个负载是六 以前 以前我们用负载 现在我们用主力 一样的东西 反正就是 这个一要用多少能力 四根 除以四 除以二是三百 再除以二是一百股 所以这一题答案是一百股 第九题 第九题一百股 这题很多人对了 超过一半的人 所以反正难是上一题的 难是上一题的 这一题也是难的 这一题也是旧式的同考题 基本上主人已经下令 不要再走 但是他还会出现在某些老师的 评测体验那边 主要是这样子 这个人站在上面 这个船的重量 这个人的重量 如图 他是拉了一百牛顿的力 这个绳子 他拉绳子一百牛顿的力 绳子又会拉他一百牛顿 而且你可以看到 那个整段绳子是同一段来的 所以每一段都提供了一百牛顿的力 三段就提供了三百牛顿的力 请问这个重量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他这边讲了 这个船会有主力 你用一百牛顿的力拉 他就会产生三百牛顿的力往前 这个时候他会匀速 匀速代表什么 匀速代表 往前的力等于往后的力 所以这个时候 他的主力就会是三百牛顿 这样子来看得了 说这题 他主要要让你知道 他是有三根绳子连接 然后呢 恶力平衡的状态 才会匀速直线运动 所以呢 他往前三百 他往后也是三百 很多人选了两百 因为认为说 老师 你讲东华轮 东华轮连接两根 为什么这根也要算 因为他站在这个东西上面 这根绳子又连接他 所以这根绳子也要算 这个是比较一个特殊的一个情况 OK啊 所以不要读书 科学每次就是 他会比较薄一点 他会比较薄一点 当然 有点复杂 我们这一题 已经是被主人下令 不可以再出了 希望 希望不要再出这种题目了 但是我其实觉得 他作为一题 思维一题 让你知道说 我们怎样来看 那根绳子要不要包括 要不要算在内 其实是要看 它是不是有连接这个物体 所以其实这个 这根要算 其实应该也是看得出来的 OK Anyway 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